凤凰每周快讯 欢迎回来 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表示 总统特朗普希望废除 童年迪梅者暂缓遣返计划 即俗称竹梦者计划是好事 但不同意把那些年轻的无证移民驱逐出境 瑞安认为 美国有必要完善移民政策 让政府重掌边境管理 以解决毒品无证人口 劳工短缺等问题 他还说希望白宫能给予国会充分的时间 研究竹梦者问题 以免再废除这个计划的第一天就造成混乱 此前特朗普提出会有六个月的缓冲期 瑞安认为时间已经足够 今天上午 国家委会13号在秘鲁首都利马 正式宣布巴黎和洛杉矶 将先后举行奥运会 2024年奥运会由巴黎主办 而洛杉矶将接棒举办2028年奥运会 为了表达对举办奥运会的期待 曾点燃两届奥运圣火的火炬塔 今天凌晨在洛杉矶纪纪纪念体育馆被再度点亮 洛杉矶2028年盛奥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表示 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将有近50个标志性建筑和地标将会被点亮 这表现了城市和国家重新举办奥运会的喜悦之情 据了解届时将会被点亮的地点包括 格里菲斯天文台 好莱坞露天剧场和洛杉矶市政厅等 飓风爱尔玛横扫加勒比海地区 以及美国佛州之后至今造成至少77人死亡 在英属维尔金群岛的托图拉 分灾过后满目疮痍 岛上通讯几乎全面中断 许多区域仍然是断水断电 卫星图拍下的飓风阿尔玛吹袭过后 多个英属或法属岛屿的情况 可见这次风暴破坏力惊人 受重创的佛罗里达州交导群 有四分之一的房屋损毁 当地的对外主要道路也正在抢修 位于福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也在风灾中遭受破坏 航天画面可见 除了有大片区域淹水 部分建筑物的外墙和屋顶也有损毁 航天中心目前处于断水状态 要继续关闭来评估整体灾情 佛州州长斯科特继续马步停蹄视察灾区 他承诺各部门会尽力协助受影响的区域 恢复电力正常供应 62岁的西雅图市长艾德莫里 因近5个月来遭多人控诉性情宣布辞职 辞呈于今日生效 莫里声称将不再参加连任 该案第5名原告是市长的表弟约瑟夫·戴尔 他是一名透析技术员 也是空军老兵 他控诉莫里曾在70年代多次骚扰自己 54岁的戴尔告诉媒体 他希望市长为这些行为得到惩罚 莫里否认了指控 并将其归于长期的家庭矛盾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虽然这些指控都不属实 但他的私事不应该影响是否处理公众事务的职能 此前已有4名男子控诉莫里 对他们实行性情 莫里则否认了所有指控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英国产品和服务比较网站近日公布报告说 因为难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美国当父母最难 而在芬兰养儿育女最轻松 网站根据37个国家的工作平均时长 以及合法代薪年假产假和陪产假 评估为人父母者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程度 列出养儿育女最困难和最轻松的国家榜单 美国则名列为最困难之首 没有法定代薪假 女性平均代薪产假持有2.8周 而在最轻松的榜单中 芬兰因代薪年假长名列榜首 专家说近年来 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变得越加重要 快乐成功地抚养下一代 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事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久坐不动会令死亡风险成倍增加 研究人员建议久坐族每半小时 起来活动一会儿 研究人员借助髋关节活动监测器 检测7985名4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清醒时的静坐时间 结果显示 研究对象静坐总时长 占清醒时间的77% 相当于每天超过12个小时 而在随访4年后 其中的340名研究对象去世 研究人员还发现 单次静坐时间少于30分钟的研究对象 死亡风险最低 科学家称 如果因为工作或者生活方式 不得不长时间坐着 那么每半小时起来活动一会儿 可能会降低死亡风险 但目前还不清楚 多少的活动量最为理想 努力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 最后终于获得联邦最高法院 做出跨时代重要裁决的温莎夫人 昨日于纽约辞世 享年88岁 与温莎夫人在2016年结婚的同性配偶 朱迪斯凯森对媒体证实了温莎的死讯 但未进一步透露死亡原因 身为同性恋平权倡议者的温莎 为争取同性婚姻权利 创告当时的捍卫婚姻法案违宪 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推翻2013年通过的这一婚姻法 并首度承认同性伴侣婚姻的法律效力与权益 2015年最高法院裁定 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 并享有一切同意性婚姻的保障与权利 加拿大方面 近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财务办公室告诫说 安省自由党政府推出的把最低工资 提高到每小时15加元的计划 如果付诸实施 会让安大略省减少5万个就业岗位 该办公室表示 最低工资的提高 虽有助于增加家庭消费 从而间接导致一些行业的就业增加 但总体来说 还是对经济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更大 根据省自由党政府的计划 从明年1月份起 安省的最低工资水平 将从目前的11.4加元增加到14加元 到2019年将上调到每小时15加元 安省自由党政府的劳动厅长认为 现在安省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可以负担得起最低工资的上调 另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 约29%的加拿大高中毕业生 会选择学习商业和法律方面的专业 11%的毕业生会选择工程 制造和建筑方面的专业 然而现在大部分的工作 却来源于工程和信息技术领域 报告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 商业 行政和法律是最受欢迎的行业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 选择了这一职业 这与工程 建筑和制造业的16%相比 只有不到5%的学生 学习信息与通信技术 此外 报告还建议学生们不仅要学习应用更广泛的技能 而且还要学习更高级的技能 与确保他们得到雇主的帮助 以帮助他们制定规划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